又來到新世代大人的時間 其實現在香港人最喜歡的除了是飲茶、逛街、吃飯之外 去旅行也算是他們的首選 不過去旅行一定要有網絡跟著才可以隨時打卡 數據漫遊服務其實在過去曾經非常昂貴 不過有很多不同的選擇出現之後越來越便宜 不過今天這個介紹可以免費送兩天的數據漫遊服務給你 一起看看 講的就是這張Club SIM 你只要首次啟動這張Club SIM 電訊箱就會送兩天的數據漫遊功能給你 可以在主要的亞洲地區無限上網 每日頭500Mb的數據還是完全無限速 上Facebook打卡、WhatsApp傳訊息 或者Google Map找路都沒有難度 而大部分亞洲地區的額外日費都是28元一天 又可以用電訊箱的Club Pond 兌換 適合喜歡去旅行又要時刻上網的朋友 除了剛才介紹的漫遊數據功能之外 你這張卡其實還附有5億本地數據 可以給你用足90天 首月還有無限通話功能 另外它也包了第一個月的遊戲和娛樂組合送給你 我們也問過電訊箱 當無限通話組合起首月完結後 它不會自動續期 但就會失去通話功能 但你只需付28元一個月 就可以整個月再無限通話 怎樣拿這張卡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HKT、1010和CSL的門市即時申請 不是他們的用戶一樣申請到的 如果已經是他們的用戶 又登記了做The Club的會員 你就可以去clubsim.com.hk申請 這張卡就會寄到你府上 不知道你有沒有曾經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朋友幫你買了東西 或者幫你給了錢吃飯 之後你想過數給他 但你又發覺他用的銀行不是平常你用的那間 網上理財過數又要收手續費 究竟手機可不可以不用手續費 即時過到數給他呢? 答案是可以的 今天介紹PayMe這個APP給你 PayMe這個APP一點都不難用 你亦都不需要匯豐銀行的用戶 人人都用得 而收款方就算未安裝APP 又未登記 都一樣可以有辦法收到錢 你只要在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下載這個APP 輸入簡單的資料就可以開始使用 按了付款給對方之後 只要輸入對方的手機號碼 又或者在好友名單選給錢給誰 再輸入今次要付錢的銀碼 好像一百元一樣 然後輸入簡單的付帳 我打了吃飯 然後按個按鈕 就可以去到付款的介面 PayMe會提你 你入面餘額不夠 會不會用你預設信用卡去過數 如果你先前未有設定信用卡 在這個時間 你亦都可以設定用哪張信用卡付款 不過留意 如果你不是用匯豐銀行的信用卡付款 你可能就要上載你的身份證明文件 給他批核 時間就會有所言 不過都是做一次 之後這張信用卡 就不用次次核對 當我們完成付款的手續之後 對方的PayMe App 就會即時發送一個通知給他 我們過了數 他只要按回PayMe App 右上有個圖示 就可以將他的錢 傳到入預設的銀行戶口 如果你是用匯豐 或者恆生銀行的戶口 那筆錢就會即時到獎 而其他香港的銀行戶口 可能就會等少少時間 才可以收到這筆錢 剛才說過 如果你沒有裝PayMe App 或者沒有登記這個服務 都可以收到錢 那又是怎樣的呢 原來當我們選擇 去付錢給其他朋友的時候 如果我們輸入的手機號碼 沒有登記PayMe App 你就可以選擇用短訊 或者WhatsApp通知對方 我這次選擇用短訊 而對方就會即時收到一個短訊通知 短訊中有條連結 只要你按入這條連結 輸入你的銀行戶口號碼 和銀行的戶名 你就可以很順利收到這筆錢 不過提提你 由於保安的理由 PayMe每日只可以最高發放5000元的港幣 所以都是適合一些小額的交易 如果要大額的過戶 都是要去回銀行或者櫃園機 或者用你的網上理財就安全一點